好 這一節的當東方遇見西方 要關注在G7和北約峰會結束之後 大陸外交部開始反擊 把時間交給依林 好 我們就先來看到呢 其實在G7以及北約的峰會 現在都已經落幕了嘛 那美國就提出的很多議題 全部都是圍繞著大陸在轉的 那會後的公報 其實也都提到了大陸 就指出啊 大陸現在構成一個系統性的挑戰 對此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他在15號的例行記者會上面 開始一一來駁斥 他說啊 搞中小圈子 還有集團的政治啊 或是搞中意識形態 要來分邊來戰喔 他說呢 你強迫別的國家 在陣營之間要做一個選擇 是註定不得人心 也不會得逞的 我們來聽 美國 試圖 搞意識形態化線 搞針對中國的小圈子 但是美國 和歐盟 的利益 是不同的 歐盟 是獨立的一級 剛才你提到的 歐洲的有關國家 他們不會 把自己 綁在美國 反華的戰車上 所以趙立堅呢 他就是強調大陸始終都是致力於和平的發展 那中方會始終密切的關注北約戰略的調整 那他也提到了中方不會對任何人來形成系統性的挑戰 但是如果有誰要對中方進行系統性的挑戰 他說大陸也絕對不會無動於衷 另外趙立堅還提到 至於美國現在就是試圖要以意識的形態來化線 大家分邊站啊 搞這種針對大陸的小團體啊 就強調了就是 中歐代表著其實很多啊世界兩支重要的力量 所以趙立堅說他相信歐盟會不斷的增強戰略自主 那也不會被別國錯誤的對華政策給綁架 那這裡的別國當然指的就是美國 而在北約的峰會結束之後呢 其實拜登也已經抵達了瑞士的日內瓦 要來準備和俄羅斯總統普丁的會面 那這個位於歐洲算是比較中立的國家 他們現在就啟動了一個龐大的維安 動員了4000名的軍警還有一些安全人員 就是要確保峰會是安全無虞以及滴水不漏 那峰會前後其實兩國的元首都不會聚餐 也不會一起舉行聯合的記者會 但是其實兩個人現在還沒有見面 就已經火藥味十足 雙方是隔空交手互相的在試探當中 那其實普丁他11號的時候就是罕見的 接受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也就是NBC的專訪 那普丁指出呢 俄羅斯和大陸兩國他們發展戰略夥伴的關係 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而且兩國現在雙方在政治啊 經濟 科技還有軍事以及技術的範疇 都有高度的信任以及合作 那普丁甚至是名言喔 他不認為大陸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威脅 他反而說大陸是一個友好的國家 不像是美國那樣宣布俄羅斯就是他們的敵人 那其實這裡有個意外的插曲當NBC的主持人 西蒙斯他訪問普丁其實就有針對中美關係啊 美俄關係還有人權這樣等等的議題來進行討論 但是呢西蒙斯一聽到俄羅斯提到美國 好像要講一些比較不好聽的話 他反而是忍耐不住了 急著要打斷普丁的話 而普丁到最後當然也是生氣了 當場教訓一番 我們來聽普丁這麼說 而在美俄的領袖會面之前 其實拜登已經現在G7就劃出了紅線 警告不尋求和俄羅斯要發生正面的衝突 但是如果俄羅斯是持續一些有害的行動 那美國將會有所回應 並且他還強調了普丁如果不合作的話 那美國還是會持續以牙還牙這樣的方式 那現在美國的有線電視新聞網 也就是CNN也請來了 他們白宮資深的記者來評論一番 我們來聽 I think that that's it's an ambitious goal every president has that they want to have Russia be a part of their legacy you've seen it for the last several presidents but as president Biden himself even noted it is very hard to get someone to change their behavior and to get their country to change its behavior president Biden seemed to say in a press conference this week leading up to this meeting that he believes Russia has essentially bitten off more than it could chew and that it would make Russia and Putin more willing to come to the table and change their behavior but we have seen so far they haven't really changed their behavior 所以外界就在猜测啊 这个美俄峰会也会提到大陆的议题嘛 那对两国来说其实都是一个考验 因为呢中俄陆林友好合作条约 已经签署了20年之后 大陆和俄罗斯的关系 如今哦俨然是再创新高 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他日前在智库的论坛影片谈话当中 他就有说过 双边的关系将会达到更大的规模 更广的领域以及更深层次 那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他也在论坛上面发表了影片演说 那他是说莫斯科和北京 持续支持着公正民主 以及稳定多边系统的世界秩序 那从某种程度来看呢 中俄现在之间他们各种动作 几乎已经算是了准同盟的关系 那因此拜登政府 现在也必须要对于他们整体的外交策略 要来好好的进行重新的思考哦 那尽管没有关系 目前还是困难重重 但是在俄罗斯许多人 他们还是对这次的峰会寄予希望哦 有分析就认为了 当美国领导的民主国家和自由世界 与北京的政权交手之际 其实普丁当局何去何从 要如何选边站呢 这次的峰会或许就是给俄罗斯 一次历史性选择的机会 那俄罗斯战略界 他们最近讨论的另一个话题 就是说大陆的经济以及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两强联手的话 是能够共同来对抗美国以及北约 那俄罗斯的战略问题学者 科学院的院士邓金 他几天前在莫斯科回升广播电台的一个访谈节目当中 他就有提到类似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 那他说局势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就形成中俄 作为一个力量的中心 来共同对抗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 那他就认为中俄联手的实力 要超过冷战时苏联领导的东方阵营 那会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势均力敌 而美俄峰会预计在台湾时间 今天晚上七点就要登场了 两国会面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其实各国都在关注 以上就是这节当东方遇见西方 提供给您